据中心经委消息 克俩罗伯章骗了300亿 成为近期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 而此事涉及近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成兴案 4日下午 京东集团发布声明 回应了该事件 声明中称 京东作为毫不知情的受害者 被卷入历时四年的恶意诉讼中 公司的声誉和悬议遭受重大损失 京东称 在成兴系合同诈骗过程中 成兴系公司用假冒的京东工章 假冒的京东员工 假冒的京东系统和虚假的交易数据 轻易骗国洛亚财富及旗下歌匪资产 获得歌匪巨额融资直至爆雷 歌匪资产高管方建华接受成兴巨额贿赂 一审已被判刑 导致投资人受到重大损失 对投资人没有尽到相应责任和义务 目前成兴案相关刑事案件以一审宣判 成兴实际控制人罗靖等诈骗嫌疑人均被判获刑 成兴案刑事判决书显示 2015年2月至2019年6月期间 成兴控股及相关公司通过虚构与苏宁京东的供应链贸易 并以此为底层资产融资 骗取乡财证券摩山宝里上海歌匪 云南信托安徽众信等机构300余亿元资金 并最终造成80余亿元损失 司法材料显示经多方面印证 京东公司苏宁公司位于成兴系公司 签订案件所设底层购销合同 而是成兴系人员通过伪造印章 及相关购销合同等底层资料 虚构了两家公司的应收款债权 并以此诱骗歌匪害单位进行融资合作 不过上海歌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却将京东列为被告 要求偿还其被认定的全部损失35亿元 该案件在今年11月在上海开庭 截至目前案件仍未公开判决结果